邪神是我们这里头电话服务做的最棒 所以他在那里头拿到金奖 所以他说他是95%的话 对 非常不错 举个例子好吧 最难应付的一个客户 你把他服务的很好 18年的年初吧 一位客人他订了一个一晚上5000多的单子 然后是订了六晚上 总共是3万多一个单子 到那之后呢 他旁边就有一个五星级酒店 才1800 就是一晚上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投诉 觉得这个性价比不好 酒店同意给到他就是退三晚 但是要扣三晚的房费 然后那个客人就觉得 你这是个欺诈行为 然后呢投诉工商局报警 他报警 对 当时酒店那边已经有警察 然后还有那个工商局都在做协调 也就是说退三晚 扣三晚已经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先是这样的 你看哦 据我了解是你已经报警了 然后呢再加上工商局投诉 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对吗 所以相信你现在给到我一个 比较就是您的心理预期 如果是我给到的建议是最好给一碗 扣一碗 就扣一碗 扣一碗 心情很重要 他接受了 他说行 我就再过去跟他酒店讲 从下午两点多 酒店那边有警察穿制服的 客人并不明白里边是什么因素 导致警察过来的 他们可能会认为你酒店有安全隐患 那现在您仅仅只是一个客人的损失问题 对吧 但你面临的话会是更多的订单投诉 控制势态 对对 我说你应该是止损 不是继续跟他僵硬 然后我说第二个现在是春节 对不对 开张大吉嘛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 好彩头 没错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给自己带来个晦气 还有最后一点更重要 你看现在那个就是 这算是政府的机关在陪你一起 处理这个事情 对对 现在是大过年的 你哪怕说行 我是买你们的面子 然后呢 我给这个客人 买谁的面子 买工商局 对 因为你毕竟以后 长期在那边工作嘛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给他们一个好的 他这方面还跟他考虑到了 帮他权衡利弊 对对对 他就被我说服掉了 然后就OK了 这个单子 我看一下我们的利润 我只要不做到补偿 我这个单子就是赚的 我也要考虑我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 那等于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三盈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 一开始这种情况 我听下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处理 对吧 但是你最后 我觉得你最后讲的那三点 非常好 就是对那个酒店来讲 你说有制服的人在里边 这样穿梭的话 对他的这个生意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打动他的 另外当你讲 我觉得他说的最有道理的一点是什么 他说这个过年什么会期啊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人之常情 他说你这也就算卖当地机构一个面 对 就是我刚才就想 这个说得很巧 你一下抢在我前面讲 我本来讲到第三点 最后这个 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话 不要点 所以他的这个金牌 不是白拿的 非常不错 但我还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特别的情商高 然后又特别的负责 为企业考虑 对而且他处理问题的这个技巧非常高 我觉得企业能有能有这样的员工 真的也也很幸运 那我问一下 你今天来面试除了旅游业的这个客服之外 其他的是类似于电商客服之类的这种 你干吗 OK 也OK 对对对 你接下来是 意向企业反而不是旅游业 不是你 松手AI和梦泉 所以你接下来是准备带着孩子 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吗 其实我妈妈有跟我讲 就是如果说因为现在交通没有发达 如果真是有很匹配的一个薪资跟岗位的话 孩子这一块的话可以放心给他 然后我可以就是说 什么叫很匹配的薪资到底是多少 没有 我本来选是一万二二 但是后面我又怕我表现就是上台 因为我紧张 我怕我都还没给到企业这样一点 你就已经要在一万二边